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跟很多其他法律系的同学一样 我曾去过一些律师事务所 和大律师的办事处做实责 但最终我选择加入律证师 去做一个建策律证人员 没错 很多同学毕业之后 都选择在私人的律师事务所实习 但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在当年的暑假 就去了律证师做暑期实习 觉得工作很充实 很有意义 于是顺理成章去投考 也都成功获六取 为律证师的建策律证人员 什么叫建策律证人员呢 简单来说 即是建策律师或者建策大律师 而我就是建策律师 建策期为期两年 期间 会有机会在律证师内 不同的组别工作 包括刑事检控科 和民事法律科内 不同的组别 学习写法律意见 诉讼技巧 和熟习法律程序等等 亦都有机会选择去法律草拟科 学习草拟法例 至于我是建策大律师 实习为期一年 主要的工作包括 协助政府律师 和检控官做资料搜集 准备诉讼文件 提供法律意见 以及在裁判法院 协助进行检控工作等等 另外 我们都有机会 去到司法机构 跟随法官实习一个月 律政司的建策大律师 还可以去私人大律师办事处 直接跟随私人执业大律师工作三个月 而建策律师亦都可以选择 去私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半年 这个安排 令整个的实习体验更加全面 更加丰富 我进来律政司做建策律师之后 每日都了解和学到新的知识 由民事到刑事诉讼程序 到政府各个部门的内部运作 甚至可以获得去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验 这个计划 真是能够提供到很周全的培训 另外 在这里你并不是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而是一些经验丰富的政府律师 和检控官的指导下 做一些实质的工作 例如自己一手一脚去草拟一份法律意见 如果一份意见被接纳 可以直接给到政府部门 或者执法机构采用 会令到我有很大的满足感 律政师的建策律政人员计划 会聘用建策律师和建策大律师 两者完成分别为期两年和一年的训练之后 就符合资格正式执业成为律师或者大律师 由于建策的时候 有机会可以去到私人律师事务所实习 我们除了可以选择投考政府律师的职位之外 亦都可以选择去到私人律师事务所 或者大律师的办事处工作 在实习的期间 我已经要披上战衣 去到裁判法院代表律政师 检控不同类型的案件 有时候辩方律师是一些很有经验的大律师 甚至是资深大律师 但我都有机会去独当一面 去部署案件的策略 和研究如何去盘问证人 这些经验真是很难忘 至于我记得 曾经参与一宗司法复合的案件 牵涉复复杂的国际法律问题 亦都对相关的政策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 当时我要协助处理那宗案件的政府律师 向聘请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发出指示 而且要参与跨部门的会议 以及连日的法庭审讯 过程非常具挑战性 但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我希望身为一个建杂律证人员 可以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去到回馈社会 协助维持法治 张建公义 我们的首要使命是维护香港的法律制度 在律政司里面服务 我们可以站在法律界的最前线 出一分力 发一分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